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華館老公主為了要讓我們的鄉親好處頭路 要讓我們的雇主有好館工 所以每年都有三大類的職業訓練 包括有殘障的我們的舊福 還有我們的一般性 那這次我們工業部分開五班 商業部分也開了五班 那還有別的 那總共在這一波裡面 我們總共有開了四班 一千多個一個名額 那歡迎我們沒有工作的 或者想要轉業的 或者想要有專業訓練的鄉親 可以利用這一波職業訓練 來學得一技好的技術 然後可以有一個好的工作 那除此之外 彰化縣政府針對我們18歲到45歲的青年朋友 上過我們的創業課程 也可以有30萬元的創業基金 那以及我們現在為大家在緊急規劃的 很多的這個相關的這個青年福利 包括由我們青年住宅 也歡迎我們青年朋友 都能夠留在彰化 一起跟我們一起來打聽 我們六都之外第一線 那我想剛剛一開始的這個表演好不好看 好看 這個是趨勢 這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AI物聯的時代來臨 謝謝黃縣長這邊 對我們勞工朋友的一個 也是一個就業的一個團體上面的一些 一直非常的支持我們的 勞工朋友的一個就業 然後對於推動勞動群的部分 也真的都是賦予利利 那中章國分數這邊 其實我們非常高興 能夠跟彰化縣政府一起來 共同推動我們的一個 勞工的一個就業 那勞工的就業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前提 就是在職業訓練的一個部分 當勞工朋友的技能上面 如果說有些缺口的話 其實我們希望藉由職業訓練 這個這個方式來補助 我們勞工朋友的一個 這個這個技能的提升 這請悼數 5 4 3 2 1 什麼 K2010年 彰化先生服一技在手 新小事成 直訓招生 正式啟動